双手绑上针灸环调整到最舒适的松紧度 手机连接app 收入16本针灸民书 身体哪边痛 疲累 头晕 肠胃不舒服 都有相对应的解方 然后它归纳出我们的穴位 所以当我们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AI来侦测说 那会需要透过哪个穴位 来让我们的症状来说一个舒缓 AI运算行不仅是用在医疗 交通领域也不能少 未来电动车没电不用再担心 来不及到达充电站 透过手机app向移动式充电机器人招招手 其实K瓦容量一般轿车 从电量20%充到80%只需要30分钟 其实会透过camera开始去判断 周遭的这个移动的 不管是人甚至是车子 那它就是必要在一个必要的这个时间 跟距离之内它就会停止下来 交通平AI还有这台电动自行车 则是可以根据我的踩踏力 以及行驶的波度来调整动能输出 让我更加省力 在经济部支持下外贸协会举行的台湾形象展 首度进军欧洲 第一站就选在德国柏林 启动仪式搭上足球赛热潮 结合欧洲市场的需求跟趋势 总共集结110家台湾企业参展 如果说以东南亚形象展的纪念的话 我们东南亚形象展每一场的商机 大概都有超过5000万 我们相信柏林形象展的欧洲 台湾形象展的商机 绝对不亚于我们在东南亚的形象展 这回同步也进行半导体论坛 邀请到台积电联发科等重量级企业 共同讨论相关议题 双方合作发展令人期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